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油国开会 为什么面对滴滴不休的油价 他们却要宣布不减产 原来产油国他们心中有一个很害怕的大阴影 到底是什么 所以现在国际有人在讲 油价恐怕会在崩跌 崩跌到每桶35块美元这么惨 我们请专家说明白 也在跌吗 国内房价最近也有点往下修正的压力 可是本来小套房贷款部分就比较限苏了 竟然供股行库说 针对小宅部分的贷款还要再进行限苏的动作 为什么要这样 莫非供股行库看到了未来房地产有什么警讯吗 可是话又说回来 最近一份报告竟然发现到 医院旁边的房价确实在涨价的 为什么房市热区变成靠近医院的地方呢 11点钟我们请房市专家来现场说明白 马上为了邀请到的是波浪大师 炫哥您好 晚安 瑞涵好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题材王孟汉 孟汉您好 瑞涵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居士汉奖建成 建成您好 晚安 瑞涵好 大家晚安 齐火帅哥玉堂 玉堂您好 瑞涵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终于战胜了 昨天我们才在讲 台北股市有没有机会战上这一条 半年的平均成本线 它的位置在9173 今天收9187 所以当然两根红黑棒 它是战上去的 战上去意义有多重大 您知道吗 因为现在所有均线都是纠结在下面的 因此站上了半年线就等于所有均线 我们台北股市终于追上国际步调 踩在脚底下的均线 当然今天到最后是涨21点 可惜量没出来 708亿元 所以量不出又站上半年线 那下个礼拜好或不好呢 说到下周 想到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的周K棒还不错 连续三根的红K棒 本周的台北股市总共涨了95点 所以今天收周K 那下个礼拜呢 讲下个礼拜的行情就等于是12月份了 因为今天呢 11月份结束掉 所以呢 11月份的月K也不赖 红K棒 您可知 11月份的这个月 大盘总共收高212点 而且呢 当您仔细看 11月跟10月好特别啊 台北股市都留了 打下去把它买起来的长长的下影线哦 那请问 12月份台北股市还有这样个漂亮的格局吗 量又该如何解读呢 12月份就等于是炫耗的行情 专家说明白 三大法人 今天呢 有人是在卖股票的 卖股票就是内资自营商 不过幸好外资 外资呢 今天还是站在买方 买了57亿元 往前算 最近买盘不间断的 总共是9天 9天外资买出的总金额已经扩大到 550亿元以上了 那提醒您哦 12月份就是下个礼拜开始 外资的买盘恐怕会有点缩手哦 涨多点少 亚洲股市呢 今天上涨的是比较多的 而且呢 走势最整齐就是它了 平盘线在这儿 跳空开高 震荡拉高 它最后涨幅1.23% 日本股市的走强 要看一下智元 前两三天我们才说啊 智元好像有一点点走声的动作 大概两天左右 结果呢 就在今天 突然又有声出现了转扁 往上是扁的哦 今天智元又看到了扁回118重要大关卡 在推上他们出口啦 工业生产这些类股领长 日本股市呢 来到了两周来的高点的位置 回头再看看雅谷 您会发现到 其实最猛的 包括今天已经是大概第四天了吧 就是这样 拉给大家看 收最高 1.99的上阵 1.6的涨幅 深圳市场 为什么大陆股市今天会那么样的强 而且那种拉尾盘 连拉四天真的不简单 中国大陆的人行就在今天呢 决定 你知道振回购 振回购呢 就是收资金的动作 暂停振回购就是暂停收资金的动作 换句话说 就是把那个钱呢 留在市场当中 因此呢 至少让它股市有点活络 连续好多根啊 7根的红K棒 真的是好厉害 上阵指数 所以上阵呢 继续创下三年三个月以来的高点 深圳部分呢 超过了一年来的最高 也是连续的红K棒 最近呢 带量的大陆股市 真的是猴塞雷 好厉害 可是呢 回到了雅谷 当然呢 刚刚有说 台北股市呢 虽然没有像人家气势那么强 至少我们镇上半年线 跟上国际步调 因为哦 报告一下 一个月啦 一季啦 半年年线 四条重要平均成本线 我们呢 是就在今天才全部财在脚底下的 所以呢 均线财在脚底下的最强的 台 日 陆 港 美 欧欧 几乎国际市场 均线都是财在脚底下 那最弱的呢 就是这个 Only One唯一收费的韩国股市 它现在是月线跟季线 勉强是守住站稳的 其他市场其实都比韩国股市还要来得强 当然呢 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自己的事件啦 发生啦 日本关心之源 我们呢 关心选举 可是你知道吗 美欧国家应该说啊 整个的世界 左看右看 他们最怕的是 不会吧 就真的发生了 油价 油价在今天凌晨了 竟然又在大跌 之前说破了75块 没有止跌 在今天早上呢 更猛了 你看 纽约原油大跌6.23 破了70块钱 来到69.05美元一桶 创下五年来的新低 纽约原油 包括了布兰特原油 全部都来到了五年来的新低 为什么会这样 记不记得 我昨天的节目当中一再的提醒 礼拜四呢 产油国OPEC要开会哦 开会 前面他们有个会前会 决议是不减产 真的 会一开了 就是不减产 可是我左思右想 您也跟着我一块儿想一想 建成啊 油价大跌 产油国是卖油的 油卖出去哦 它是越卖越便宜 越赚越少哦 竟然呢 不赚钱了 卖这么少咯 这些产油国竟然到现在开大贵 还是说不减产 我大胆问一下 产油国是不是心中有一个 他们不得不让油价狂跌的理由 他们心中的最害怕 对 没有错 来自于美国 他们最大竞争的 应该说非OPEC产油国家呢 这几年的油的产量是在增加 对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OPEC 这个就是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它是在1960年成立的 现在有12个会员国 总部是在维远纳了 当然最早的创始国是1960年那五个 其实就是他们在主导 这一次其实真的不想减产的是沙烏地阿拉伯 科威特 沙烏地阿拉伯是最大的油出口国 也是产油国 对 但是准备要被美国追过去了 所以他也怕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问题就出来这里 因为OPEC下产量一天大概 规定的产量是3000万桶 但是他们这些国家就不遵守 上次我们有报告过 10月份OPEC产油国日产量大概是3097万桶 多了快100万桶 等于超生产的 它不但是不减产 而且还扩大供给量 对 所以当然这个产油国自己不遵守 所以造成油价的压力也比较大 那当然这一次维持这个美桶 每日3000万桶的一个上限 是有它的目的存在 虽然委内瑞拉还有伊朗要求要减产 为什么这两个国家要减产 因为他们的财政问题比较大 而且他们比较小国对不对 对 财务方面财政方面的支出比较高 所以油价跌太多 它收入变少了 会影响到它的财政 所以他们会要求减产 但是很有钱 沙烏地阿拉伯有没有钱 科威特也很有钱 有啊 这些黄市都很有钱 他干嘛减产 他的目的还没有达到 所以我请教一下 这些的产油国OPEC会员国当中 昨天的开会 是根本就是大国欺负小国的局面 对不对 对 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在主导 他要对抗美国的页营油 我刚才提到过OPEC现在一天的产量 大概占全球的三成 三成而已 代表还有七成是来自于非OPEC国家 这就一个问题 假设我减产 对手没有跟进我减产怎么办 我的市占就下滑了 没错 我就没有办法 我整个OPEC成员国就没有办法去掌握到 我的控制油价的权力 虽然现在不减产 也为了要保住他们的市占率 对 重点是在这边 另外一个非OPEC国家 产油可能你减产 我就增产 糟糕 那油价还是涨不起来 你又减产 你又赚更少 你的压力更大 市占率就不见了 对 所以他就担心这个问题 当然最重要我刚才讲过 就是美国的页营油 这几年开采的太多了 他对页营油业者施压 为什么我这样讲 其实大家也担心 油价一直跌 美国页营油的业者会有问题 就我所知道的一个资料 2011年以来 美国的石油公司投入了大概1.5兆美金 在扩大营运 1.5兆美金很多 那当然他要去借钱 那油价如果这样跌的话 你之前借的钱没办法还 或者你换的钱越来越少 你的债务的品质就越来越差 没错 这就会发生问题 他就说干脆我就让你油价一直跌 对整个页营油业者施压 那你美国的页营油业者 有些生存不下去就退出来 这个有他的目的存在 所以我觉得最近的油价 他不减少问题的多少少 应该很明确的是针对美国来做的 所以我想短期来看 很多分析师都认为了 破了70嘛 看60 甚至刚刚刚来来几个 看35块美金 今天这个国际分析 有人说看35块美元 我觉得35块美金有点太夸张 超过 上一次35块美金是金融海啸 是因为全球经济有问题 如果你跌到35块美金的话 全球经济也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说油价跌太多 不见得是好事 我们很开心 开车变便宜了 但是如果我们跟整个国际上的经济 来做一个联动的话 第一个产油国货币会贬值 股市在跌 很明显就是俄罗斯 你看这一段时间俄罗斯的股市 当然乌克兰问题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它股市是创五年的低点 另外一个一方面反映就是你需求没那么强 很多人说油价可能跟我们自己民生有关系 就是用油 汽车用油等等 但是真正有关系的是在石化产业 硕化产业这一块 那很多工业啊 纺织啊 很多东西都跟石化有关系 那代表说整体的需求是不振的 那全油经济是不是有问题 那另外一个 原本通缩的国家 日本欧元区呢 更严重 更严重了 对对对对 这就是一个很多恶性的循环或不断 也对哦 如果全世界那个经济起来很好很快的话 用油量会增加 对塑化产品用的需求量也会增加 也会增加 对 这些都会用到油的原料 那如果需求面呢 很强的话 就算供给量再大 油价还是会止跌反弹向上 现在并没有 那我请教一下咯 刚刚已经说35块不太可能了嘛 可是国内哦 我们股市可激请了 油价这么一点 你看那个运输类股 今天华航涨停板 盘中看到 创下两年多来的新高 还带大量 长荣航空 不是只有天上飞的 运输类股今天都是带量大涨 那塑化族群呢 塑化族群其实相反的 应该是有一点点压力了 对不对 对 应该说这段时间的情况是 塑化股都比较弱一点 那航运类股或汽车族群呢 都比较强 当然最主要就是 我们看油价跌 这个礼拜或者是第三季以来 就是说七月份以来 你看到远东区塑化包价 五大翻用数值 每一项都在跌 没错 都跌十几%以上 跌幅那么大 产品价格跌 塑化股当然有压力 那不过我认为 今天那么大的利空 我看到了一个现象 台塑集团也没什么跌 对 昨天王永在创办了 不幸的就是试试了 但是他也没有跌 今天油价这样跌 他也没有跌 似乎已经都反映过了 因为昨天我们郭大哥 还有盛洁都注意到了 台塑家族 尤其台塑 台湾南亚 他那个底型都打出来了 其实当然我觉得台塑集团 年底可能有做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为什么台塑今天是翻红的 今天是翻红 它是收红的 那为什么 因为还有台塑美国厂 它成本降 这是第一个 那南亚也翻红 为什么 它来自于科技业的获利 也还蛮多的 那其他的二线塑胶股 有些跌得蛮重的 像国桥跌得很重 那看投信 因为之前投信买很多 那冬年就看天气 因为看冬季的问题 如果天气 北北天气不好 它对它就有帮助 但是航运股今天很强 是没有错 因为油价在跌 但是我认为了 今天能够创高的是 航空股在创高 这个长龙航跟华航在创高 但是海运股呢 有点攻不上 之前跌过 反弹一下 因为呢 货贵人的部分 已经进入淡季了 可能压力会比较大 航空股准备要进入旺季 所以呢 当然不追高啦 因为今天都爆量 所以我觉得说 你看着油价 如果油价跌不下去的话 又反弹的话 可能航运股呢 可能风高 可能要大概小心一点 对 不要追高 对 不要追高 因为今天爆量 真的把大家有点 好像怎么航空 今天还飞得那么高了 飞到天上去了 可是呢 刚刚建成在讲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就民生角度来看 蛮不错的啊 你看油跌的这样 所以我开车啊 出去啊 就比较省油钱嘛 载远 我都把它开出去干嘛 Shopping啊 我讲的是美国耶 美国他们现在哦 昨天不是提到感恩节吗 感恩节的后一天 就是黑色星期五 大家拼命的去买那个折扣 那为什么美国人 这一次的黑色星期五 抢购热潮 我们先看照片 你看有多惊人 这样了 这还不是只有一张 好多张啊 这次呢 我们还有主播 从像凯明啦 还有亚雅主播啦 都从美国有朋友 送回来照片 多得不得了 为什么他们今年 美国消费力道如此之强 请问美元 美元创下四年来的新高啊 但美元这么值钱 开车又比较便宜 比较不用钱 不是不用钱 比较节省一点点 所以玉堂啊 这次的黑色星期五 美国的消费力道 带来很庞大的这个 消费动能 这一次的黑色星期五 我刚从照片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 应该没有错 可能应该是百货公司 应该像是一楼的大厅 百货公司一楼大厅 化妆品贵那些嘛 这过往我们从 我们自己台湾的周年期 也可以感受得到 一楼往往都是最疯狂的 因为那个化妆品来说 一般来讲比较少特价 像这种情况 人跟人这样 是没有办法正面走 要侧身对不对 对 侧身走 要侧身这样走过去的 而且你动作慢了 你知道有一些特价品 它是有限量的 你知道吗 他们是还没有开门的时候 就在门口先行做排队的一个动作 然后去找你要的东西 那这一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服饰店的一个部分 哇 连衣服都抢 对 衣服都抢 那再来去看到 还有更夸张 这个鞋子的部分 如果说你有去过一些那种 特卖会 类似之类的 你知道像特卖会 我们一般比如说 去一般店里是有 那个服务人员帮你拿鞋 好好试鞋 但是黑色星期五到了 没有这种 因为大家都用抢的 来不及了 对 来不及了 应该是服务员他来不及 因为他也要试穿 对 他们会把货 可能就先跌在旁边 然后民众自己去试 试好了就直接拿走 然后他再把货补上去 试穿完就先不收 对 他不收 所以就会造成这样 你看到很多鞋子在地上 就是很多人试完 也没有摆回去 因为大家在那边抢 因为很多东西 它的这个size有限 数量有限 那再来一个就是什么 抢这个维多利亚的内衣 为什么知道 其实女性的内衣 其实单价并不便宜 对 而且一套来说 都要好几千块 比如说台湾部分 周年庆也很多女生去抢 因为可能买三套送一套 但是最具吸引力的 在黑色星期五 其实不是衣服 也不是鞋子 是在什么 电子产品 家用电器的部分 我今天听到我们那个 主播余君在讲 因为有美国的朋友 就传回来照片 他说那个百货 应该说电器 百货里面的电器那边的专柜 他竟然是电视 一台一台用抢的 用爆的 有那么便宜吗 有 绝对有 为什么要用抢的 因为一般来讲 你看百货公司的楼层 衣服啦 蛮长特价的 化妆品可能 因为平常网购也有在一些特价 唯独电器产品 不管是3C 或者是电视的部分 大概一年就等这一次 而且电视的 我们都知道 每年都会尺寸持续放大 解析度提高 对 泰换的需求它是最高的 所以有些是在轻库存 所以降更多 对 如果说是一般来讲 通常二线品牌 它的降价幅度会更高 那一线品牌的部分 我们像像Panasonic 或Sansom的部分来说 它的价格会比较硬一点 不过这一次不一样 你去看这一次公布出来 这个Panasonic 50寸的 它减价350美元 等于是只要199 等于台币只要大概多少 6000块的一个部分 赶快进广告 刚刚健常在说 比鸿海那一台便宜 比鸿海的还卖16900 是哦 所以怎么会 美国的黑色星期五 电视便宜成这样 还有包括了 1万块以下 6000块以下电视呢 品牌不差的哦 大家用抢的 抢之下就会有商机 预堂待会提一下 因为他们礼拜五 美国股市是要开盘的28号 那到底有哪些 个股会带动起来 回来之后说明白 炫哥哦 也帮您掌握 12月份选后的台北股市 怎么看 日币贬值